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从前讲的这个钢体 我们只注意什么 当钢体受力的时候 我们只注意到它位置的改变 就是运动的改变 其实它受力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种变化 就是形状会变化 那么弹性学就是讲到 一个物质物体受力的时候 它形状的改变 我们首先看这种 假如有一个细长的一根棍子 它这个面积是A 两端的面积是A 原来的长度是L 好 我们现在在这两端呢 用张力把它拉开 张力 结果这个物体啊 它的长度会产生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里用 比如说我们这里用 鱼 接面 垂直的力 我们称它叫做 normal force normal force 来拉它两边 把它 拉开 于是 这个棍子呢 它的长度会产生变化 其实这个变化没有像我画的这么夸张 那个变化你用眼睛看不出来的 好 那么 也就是说 这根棍子受力以后 它的长度呢 要比它原来的长度 增加了DL 好 我们现在就 来看 我们把这个 normal force 被接面积来除 我们称它叫做正硬力 这是 这只是一个定义 定义就是这样的 normal 它的定义啊 它的定义就是 等于 Fn 被A除 它的单位呢 就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是正硬力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定义 就是 张硬变 张开的 Tensor Tensor Strain 张硬变 它就是等于 伸长的长度 被原来的长度来除 这个叫张硬变 就是说它的变化呢 是原来长度的 几分之几 好 那么 我们从实验里面发现 各种材料啊 它的正硬力 与张硬变的比值 不一样 就是说 你这个材料是一定的话呢 那这个比值就是一个定值 不同的材料 它的那个定值啊 是另外一个值 那这个我们就定义成为杨式弹性系数 你们做实验都做过了 杨式弹性系数 Modulus Yung's modulus 那么我们用它的第一个字母 Y来表示 它就等于 正硬力 被张硬变来除 好 那我们直接写 后面这个就好了 它是FN over A 被 Delta L over L 来除 因为这个没有单位 这个单位呢 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因此 杨式弹性系数的张力 也是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是跟材料有关 材料 你说什么材料 它有它的特别的一个 杨式弹性系数的值 那么通常呢 这个书本上面呢 都会把这个表列出来 你是钢丝 还是铜丝 那么它的杨式弹性系数 是多少 OK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式子 把它重新写一下 我们写FN 就是垂直拉 跟这个两端表面垂直的力 就是张力 来拉这个物质的时候 它呢 可以 我们就把这个 出过去嘛 是这个 好 那你看 Y是常数 对某一种物质来说 A 它的界面积 妈妈糊糊 可以看成常数 因为啊 你即使拉开的话 这个 我说过 这种长度 我们觉察不出来 很短 那么因此 它这个 界面并没有变化的 很显著 L也是 原来长度 就是一个常数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K Delta L 那就是一个 具有弹性的物体啊 你把它 用张力 拉开的时候啊 它会生长一个Delta L 那这个 K就是力常数 K就是力常数 它的单位是 Newton Per Meter 这个叫做力常数 我们已经用过很多 我们讲 虎克定律 其实虎克定律的 原来的形状 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用正的 就是说 我们讲的是拉力啊 后来我们说 F等于负K Delta L 那是什么力啊 那是恢复力 就算你拉的力量 一取消以后啊 那这个 物体就会收缩回去 会恢复回去 对不对 它恢复回去的力 在那一刹那 就是 负的K Delta L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的力常数 OK 我就不举例了 你们回去啊 可以在你们书本里面 找到这个弹性 Elasticity 看看那个力题 我们争取一些时间 第二种 我们要看的是 如果我们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六面体的物块 有这么一个物体 我们 我们假设 这一端呢 就摆设在这个 一个桌面上 桌面有摩擦力 然后你在这个 上面这个面啊 用这个力 把它搓过去 OK 搓过去 就是说 你在这里 用这种 与表面平行的力 拉过去 就是表面切线方向的力 搓过去 而这个表面的面积是A 那这个力呢 我们写是FT FT 就是这个切线方向的力 于是 我们就有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是这样子的 切硬力 切硬力 叫Shering Stress 那么它是 等于 切线方向的力 比上它的 整个这个面积 整个这个面积 OK 好 它的单位呢 也是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好 好 于是 这个物体呢 受这种力以后啊 它就开始改变它的 形状了 它就开始从这一边呢 这样子 它就变形了 变成这样 变成这个 我画的这个红颜色的这一块 红颜色的这一块 OK 那么我们假定 它这边的高度是H 好 它在这一边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这个 X 就是说 它戳过来以后啊 这个地方 假如不动 我们当作不动 就是这里 有一个X的位移 那么我们把这个角度称为 θ角 那么它变形了 对不对 好 我们也定义一个 叫做 切硬变 Suring string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 X over H X over H X over H 是等于 θ角的正切函数 如果 这个θ很小 事实上是很小了 我们一般 比如说 你这块是钢 或者是铜块 比如说 我们用钢做的桥梁 那个梁啊 是钢做的 你摆在这个岸上面 那整个梁有个重力往下 然后这边把它顶着 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种 好像剪刀剪它的理一样 其实这个角度很小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写成θ 写成θ 这是没有单位 X比H呢 它是没有单位的 那这个就是θ 就是一个弧度值 现在我们就定义 一种弹性系数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力量去除以后 它会回复原来的样子 就表示它具有弹性 这种弹性呢 我们称它叫做切变弹性系数 切变弹性系数 切变弹性系数 我们 这叫sharing modulus 这叫sharing modulus 我们用第一个字母s来表示 它就是等于切变弹 切变弹 over切变弹 那可以把它写成 fs over tangent theta 可以妈妈糊糊写成 fs over theta 单位呢 也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是切变弹性系数 那这个弹性系数 也是跟它的材料有关 看你是什么材料做的 通常我们要求这种系数的时候 都是求那些钢啊 铜啊之类的很硬的东西 但也有很软的 没有人去求它 比如说 这个 你看夏天 在路边摆摊子 卖那个爱玉冰的 一块爱玉冰 它推车子走的时候 这爱玉冰不是会抖吗 对不对 它那个摇晃的很厉害 摇晃的很厉害 你如果用力一戳啊 它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它那个弹性就破坏了 回不去了 有没有人去求这个爱玉冰的切变弹性系数啊 没有人求那个东西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切变的弹性系数 它是跟材料有关 材料一定 它就是一个定值 好 现在 我们把这个式子 重新写一下 我们写什么呢 FS比上H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FS乘上H 被XA来除 Fs乘上H是什么 就是这个力 对这一点产生的一个力矩 对不对 对地面产生的力矩 于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Talk over XA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就把这个 还有X X可以看成什么呢 X 因为它很小很小很小 X就是 H的 Tangent Theta H的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又可以漫漫乎乎看成Theta 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 H Theta A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改写一下 我们就发现这个Talk 跟什么有关呢 跟S H A Theta 有关 就算 你要把这个物体 出一个Theta的角位移 你用的力矩是跟 Theta成正比 成正比 OK 那这个就是一个常数 因为S是常数 H也是常数 A也是常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K K Prom Theta K Prom Theta KProm是一个常数 它就叫做力矩 常数 OK 如果这个物体是一个圆柱体的话呢 我们讲牛百的时候 不是说 你把下面这个盘子转一个角度 那这根圆柱体 不就也被你旋转一个Theta角度 对不对 你放手它会回来嘛 这是恢复力矩 恢复的这个力矩 那么恢复力矩跟这个力矩正好是导数了 你用力 扳它 这个力跟Theta的正直 跟Theta的方向一样 如果是恢复力的话 你外力一吹掉 它这个恢复力就是恢复原状 那么力矩就跟Theta相反嘛 那么因此这个K-Prom K-Prom是一个常数 K-Prom是 这个HA是规格 跟这个物体的规格有关 你多高啊 你这个表面积多大呀 那S呢 是跟这个材料有关 那么这个是一个常数 等于一个Constant 那么这个称为力矩常数 Talk Constant 这个也是一样哦 你看这个 Y 你看K K等于什么 K是这个 K呢 在这里头我们就看出来 它是跟 也是跟规格有关 跟这个长度 跟这个细棍子的 贴面积有关 跟材料有关 这是第二种 切变弹性系数 再来我们就要看一种 叫做体积弹性系数 它叫做Buck Modulus Buck Modulus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假如我们有一个球体 它是泡在水里面 或者泡在空气里面 那么它原来的体积是V 那么它不管你是在空气里 还是在水里呀 它都有一个pressure 压力 在空气里面就是大气压力 在水里面呢 就是水压 水压你要看它 在多深的地方 多深的地方 这个压力有一个特点 它就是跟物体的表面 是垂直的 pressure 它单位面积所受的力 叫做pressure normal pressure 它原来 不是比如说在空气里面 它受的压力是这个 它的体积是这个 后来我们把这个钢球 系在一个铁链上面 就坠到深海底下去 比如说三千公尺 深到海里面去 海水的压力大得不得了 这个钢球我告诉你 硬是被它挤小了 硬是挤小了 这个钢球就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当然小也不会小太多了 这黄颜色的是后来的体积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作用在这个黄颜色上面的这个pressure 变掉了 变了 这是什么呢 P加delta P 它是P加delta P 它的pressure的改变是一个delta P 结果它的体积呢 就缩小 体积缩小 Delta V 是等于后来的体积 减掉起初的体积 如果是这种情况 后来体积比较小嘛 原来体积比较大嘛 对不对 这一减就是一个负值 我们现在就定义 什么叫做Book Modulus 我们用它的第一个字母来代表 Book Modulus 它就是等于负的 我先把负的写出来 压力的改变 压力的改变 就是 后来的压力减掉起初的 那就是正的delta P 对不对 压力的改变 好 被 体积 delta V over V 来出 就是delta V 原来是V 后来变成delta V 那你变化的值 是原来体积的多少 几分之几 用这个来表示 那么 因为这两个单位是一样 那这个单位呢 它是pressure嘛 所以也是Newton per meter square 为什么有个负号 因为我们一个常数 总希望它是正的 正值 但是这个式子里面呢 当delta P是正的时候 delta V是负的 对不对 delta V delta V增加的时候 它的体积V就缩小 变成负的 当你在从海里面 把它捞起来的时候 提起来的时候 它delta V就变了 这个压力变小了 体积呢 又变大了 所以它们插一个符号 你这里必须要有一个负号 才能够让这个质 变成正值 这个叫做 Borg modulus 体积弹性系数 OK 好 另外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 拿这个钢球来说 我刚刚说 最大深海底下去 它体积会小 你怎么知道 它体积会变小 你能不能下去看 你不能下去看 你最下去 再捞起来 它体积跟原来一样 我们可以在 这个钢球的表面 做烤漆 烤漆是很脆的 烤漆 烤得亮亮的 然后脆到深海底下去 当体积被压缩的时候 这个烤漆 这个壳也被压缩 它很脆 它就碎掉了 碎掉了 它就剥落 所以当你把这个钢球 从水里面提上来 从深海里面提上来的时候 这漆不见了 漆不见 可见了它会缩小 对不对 但它缩小的其实没有像我画的这么夸张 它是钢球 没有这么夸张 那么因此它还是会缩小 这就具有弹性 这是钢体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物体有流体 流体里面又有液体跟气体 流体像水了油了这些东西 它的体积变化也是很小 如果你这么一个球形的体积 用个东西包起来 你放到深海底下压缩 它其实也压缩不了多少 但是如果这个里头装的是气体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气体的体积可以压缩的很小 可以变得很小 变得很大 因此我们另外又有一个定义 另外有一个定义 叫做压缩系数 压缩系数 我们另外定义一个东西 Compressibility Compressibility 我们用Kappa来表示 它是Bulk Modulus的导数 我们用它的导数 就是说它 我们现在把这个颠倒过来 颠倒过来 我们可以写成V V 然后呢 等等我看看 DV over DP OK 我们写这个好了 我们用很小很小的来 我们把这个量 把它 因为一般来说的变化不是很大 我们就把它弄成D值 就是 DELTA V approaches zero 就用DV DV OK 好 这个也就是说 这个Compressibility 它是 你体积原来是这么多 对不对 你增加一个DP的pressure 它的这个压力 就压缩 原来的几分之几 我刚刚对不对 OK 这个 这式子有一点 写错了 果然写错了 就是你压力增加一个DP 它体积被压缩 到原来的几分之几 那么它的单位呢 单位 本来是这个导数啊 本来是它的导数 应该就是 你就把它导过来就好了 比如说它就变成 Meter Square Per Newton 不过我们现在用一个新 习惯上我们用的是什么 ATM的负一次方 ATM就是Atmospheric Pressure 大气压力的导数 Atmospheric Pressure 是ATM ATM负一次方 就是大气压力的导数 那么一个大气压力啊 它是等于1点 1点多少 看看 1点013 10的5次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我们最学期没有教流体力学 不过流体力学 我会在寒假的时候 特别教一次用录影录下来 如果你们有兴趣要学的话呢 可以在寒假的时候 看一看你们的录影 那么因为我们课程终点有限 那交那么快 我是给你们加两个钟头 所以我们才会讲的比较完全一点 否则的话 那就只有蜻蜓点水 点到为止 每一个topic就是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最没有意思 你知道吗 你听了半天 不晓得讲什么东西 你回去也用不到 用不出来 那我在这里哇啦哇啦讲了 干什么 你也听不懂 我白费力气 所以我情愿 加两个钟头 让你们学的比较完全 学了就能有用 谈性学我就不举例了 你们回去可以看看书本上的这些例子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坡 坡洞穴 那么我们首先就看这个绳坡 绳子上面的这个坡 从这边讲 好我们 假如 因为绳坡最好表现了 你其他形态的坡 像在墙里面传坡的坡 铁轨里面传坡的坡 你没办法看到 那我们就用绳子来讲 那我们就用绳子来讲 绳子的坡呢 最容易看到 于是我们就在 我们就画一条绳子 我们现在要看什么呢 绳子上面如果有一个饶动的话 有一个disturbance 比如说一个绳子 我在这里产生一个disturbance 这一端 你是固定也好 不固定也好 你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饶动以后 你发现 这个坡形的 这个叫脉坡 Pose 它呢 会圆着这个绳子 以等速 几乎等速的速度 往那边行进 往那边行进 你如果抖得很厉害 来来上上下下的抖 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这样的坡形 你这只是抖一下 抖一下 再下来 如果你是在 这一端来来回回 来来回回的震大 那么它就会不断的产生 这样的一个泼裂 这叫Wave Train 也是朝这边传播 那么 我们看到这种状况 这个我们都应该都看过了 我们人就天生就是一个最好奇的一个动物 一看到这个坡 它会传过去 你首先有问题就是问 什么东西从这里传过去啊 什么东西传过去啊 有没有物质从这边传过去啊 绳子有没有东西 这边绳子的指点会不会传到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实验呢 我们发现呢 它不是指点在传播 如果是指点会传播的话 那么今天世界上这个情况就改观了 那你中午也不要去吃什么自助餐了 你可以牵一条绳子回家 你妈妈便当摆在绳子上一抖 就送到你的手上来了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物质在传播 到底什么东西在传播呢 我们就在这个绳子上面呢 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记号 比如说黄的漆 漆上一个颜色 一个点 你的眼睛就定睛在这个黄颜色的点上 你发现当这个坡在这个地方传的时候啊 这个坡在这个地方传的时候啊 这个点呢 没有跟得过去 这个点只是在原处震荡 在原来的地方震荡 那这个点 跑到这里 然后慢慢会下来下来 又到这里 就是在它的平衡位置 做simple harmonic motion 就是做一个剪辙运动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证明这个物质 这个介质里头的指点不会传播 它传播是什么东西呢 它会传播动能 原来这一端都禁止的 对不对 你这么一抖 它绳子会抖动啊 运动的 好像一个弹簧在运动一样 这个质量它就有 有胃能跟动能啊 如果所有的这个 阻力都不算的话 那它的基建能保持定值啊 那就是它的总基建能是一个定值啊 它会传播动量 传播能量 既然有能量 那么单位时间传过去的能量呢 就是功率 它会传播功率 这个是绳子 我们确定它那个 不会 指点不会震荡 好 像这种的坡 神坡 它指点的震荡 是做上下震荡 指点做上下震荡 但是它的 传播的速度啊 是朝这个方向 行径的方向 跟震荡的方向垂直 这种坡 我们称它叫做横坡 横坡 这种坡 我们称它叫做横坡 transverse wave 横坡 那么另外 另外的东西 像我们有一根弹簧 拉长的一端固定在墙上 我突然把弹簧这么一拉 又回去 那么这个弹簧局部会被拉长 等等又恢复 所以它 这个动作也会传过去 所以你在其他的部分 也会看到这个弹簧 一下子被拉长 长度比较长 也就是它的密度比较稀疏 一下子又比较紧密 这种坡啊 弹簧的正大方向 跟传播的方向平行 这个叫做众坡 弹簧坡是这样子 我们伸坡就是一个众坡 伸坡就是属于众坡 如果戒指中的这个指点 它震荡的时候 是这个方向 结果它的速度 朝这边的 速度的方向 跟震荡的方向平行 这个叫做众坡 这个叫做众坡 Longitudinal wave 那像深坡 弹簧里头的坡 那横坡呢 像绳子上的坡 还有我们电磁坡 是一个标准的横坡 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坡 水坡 你看到海里面 深海上面的坡 它的浪啊 那个坡很复杂 深海表面的坡 那个坡 我们就称它海浪了 它坡浪了 它坡浪是做什么运动呢 它是做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圆都一样大的 我这个画的不好 它的指点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本来在这里 然后它会继续往这里跑 继续往 时间前 这表示时间前进了 它就 跑到这个地方来 就在这一点 然后呢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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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到这一点来 然后又跑到这里来 那么这个坡呢 我们把这个点呢 把它画出来 这画的不够好 应该画大一点 我先画这个好了 这个 应该这样子 画的不好 它这个应该是 一样长 就是说它的坡 看起来是这样子 其实它的指点 做什么震荡 降震荡 降震荡 它是什么 是两个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 两个互相垂直的 减歇运动吗 一个这样震荡 一个这样震荡 合起来不就是一个 有时候是圆 有时候是椭圆 对不对 所以水坡的震荡 海浪的震荡 它同时有横坡的成分 又有重坡的成分 所以海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一种坡形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介绍这个坡 坡形 现在我们就是要问 你单单看这个坡 在这个地方震来震去 传来传去 有什么用 你怎么能够掌握 这个介绍 在什么位置 什么时刻 它震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移上面 你能不能掌握这个资讯 你光看没有意思 光看有什么用 我们能够掌握 那也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指点 它在震荡而形成坡形的时候 它震荡的位置 就是相对于平衡位置 跟这个指点的位置 跟时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把这个所谓的坡函数 导出来 你们这张要好好学 不管电机器还是柴光系 电机器以后有电磁学 电磁学里面有电磁坡 将来还有这个物理光学 雷射等等 都是用坡 这是基本 这是你们的基本功夫 你必须把这个坡 这个非常抽象的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影像 你到电磁学才能够学电磁坡 静带物理里面 才会学物质坡 财光系也是一样 你们将来会学什么 静带光学 那里头的坡都是电磁坡 都要以这个作为基础 到时候你不要说你没学过 我给你讲得很仔细 你不要说我没学过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坡函数 坡函数 Way Function 一个坡不断的震动 你看到它不断的传过去 我现在要描述 这一点 在某一个时刻 它震到这里 你怎么知道它震到这里 你要把它写出来 我根据你这个坡函数 我就知道它 哪一点指点 戒指中哪一个指点 它什么时刻震动到哪里 好 那我们怎么样子写坡函数呢 我们就让它产生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坡裂 坡裂 好 产生坡裂的时候 我们就拿照相机 拿照相机 来拍照 你按快门以后 这个照相机里面的这个坡 这个坡 就有一个像显现在这个照片上面 对不对 好 这个Y就是相对于平衡位置的位移 那X呢就是这个指点的位置 T就代表时间了 好 当你拿着这个照片来看的时候 我问你 照片上的影像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 会不会抖动啊 会不会跑 会不会跑 不会啊 它就是你按快门的那一刹那 这个坡形是什么 一块 就像这样 不会动 好 这一点 在你按快门的那个时刻 就在这里 这一点 在你按快门的那个时刻 就在这里 OK 好 那假如说 我在里面随便挑一点 挑一个这个位置 作为坐标的圆点 就是这个圆点 我把这个时刻 这个时刻 这个坡形 画出来 就是那个坡形 好 那你可以 计算嘛 时间多少的时候 它的 在这里 X多少的时候 它Y多少 X多少的时候 Y多少 X多少的时候 Y多少 那就是说 我按快门的这一刹那 叫做T等于零 我另那个 那个叫做T等于零 好 那么 我就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它是什么 位置 它表现的是位置 哪一个位置的这个位移 你把这个坡形把它 通通量出来以后 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数学式子 数学函数叫做Fx Fx就是这个图形里面 Y对X的一个函数 OK 就是T等于零 但是事实上 这个坡是在跑的 比如说 你一按照 按快门是在这里 然后呢 我说 它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跑到这一点的时候 它经过了T秒钟 经过T秒钟 结果这个 这个脉坡就跑到这里来 OK 跑到这里来 这是T等于 T的时候 这是T等于零 这是T等于T的时候 它跑到这里来 它一共跑了多远呢 我们说 它这个距离 就是坡的行径速度 乘上T 跑这么远 那么 这个坡函数 要怎么写呢 好 我们就说 Y现在是 位置是X 时刻是T 它跟这个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说 这个时候啊 它是X 对不对 它跟V乘T 前方这么远的地方 就X 这个X扣掉这么远的地方 跟这个地方的坡形 似乎完全一样 因为它坡形不变嘛 速度是V传过去嘛 所以 这个函数就是原来的X 把它换成 X减VT 就是代表会动的坡形 OK 所以你要写一个坡函数 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照我刚刚讲的程序 照一张照片 对不对 把T等于0的时候 你 你 你只要能够 把其中 T等于0的时候 那个坡形 的函数写出来 那么 T等于T的时候 它就是 把原来这个 X里头的X呢 换成X减VT就行了 好 这么简单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叫做正旋坡 正旋坡 Sinusual wave 我们假定现在有一种坡形 它在 它是一个 某一个量的正旋函数 我们假定它在T等于0的时候 它的YX 是等于A Sine 2π over lamina X 是这个函数 Lamina是一个常数 你先不要管它是什么常数 它是这种 也就是说 有一种坡 在传的时候 你照相照起来 在 T等于0这个时刻 它正好是一个 正旋函数 好 那么 T等于T的时候 是什么呢 这 Y YX T 就等于 你把这个式子里头的 X 换成X-VT 就可以了 它就是 2π over lamina X-VT 这就是 一个正旋坡 这种坡的坡形呢 没有办法画在黑板上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幅动画 它是一幅动画 它可以用试波器把它表示出来 也可以在电脑里面把它显示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画在纸上 或者是画在黑板上 因为你一旦画在纸上 画在黑板上 它就不会动了 好 Y呢 是因变数 我们一次只能有一个字变数 跟一个因变数 所以我们只能够取一次这个 或者一次这个来画图 画两个图 好 我们现在看这个T等于0的时候 这种的坡形 它不止一个这样的坡 它是一个坡裂 好 T等于 我们说T等于0的时候 就是这个 我们画这个图 T等于0的时候 它是变成 这个0了 所以它就是A 乘上sin 2Pi over lamina x 这个曲线 我们现在把这个曲线画出来看看 Y就是指点震荡的时候的位移 是相对于平衡的位移 X是相对于某一个圆点 指点的位置 好 你现在把这个画出来 它是什么形状 什么形状 X对于0的时候 X对于0的时候它是0 X慢慢增加 它这个曲线就变成这样子 整个这个破裂 是这样子的 你照片照出来 这一点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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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子的 OK 那么我们就看了 它有一个最高的 最大的正的位移 有一个最大的负的位移 那这个 就是这个值 这个叫做正A 这个叫做负A 就是这个 因此这个A是什么 这个指点震荡 做剪辙运动震荡的时候 它的震幅 对不对 amplitude 所以A 就是正福 amplitude 正福 然后我们看这个波形 从这里到这里 处处都不一样 但是到了这里以后 又跟前面一样了 所以每隔 这么长的一段 它的波形 一再重复出现 那这一段长是什么呢 你看 这里是零 正弦函数的角度 零 是某一个值零 再来 是哪一个值 二拍 二拍 你加一个二拍 加拍不行 加拍就是 在这里 加这里 它又跟这个前面一样 因此 我们说 当这个lemina lemina 等于 x等于lemina的时候 它本来是零 现在是二拍 所以重复一遍 因此这个值 就是这个长度 就是lemina 这个lemina呢 就是 这个坡的坡长 wavelength 是它的坡长 OK 坡长 从这里到这里 也可以 你 也可以算是 从坡峰 到坡峰 也是lemina 或者是从坡峰 到坡峰的长度 也是一个坡长 OK 好 再来我们就看 当x等于定值的时候 x等于定值的时候 我们就令这个x等于零好了 x等于零 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上面 在这个悬上面 做一个点 你就看那个点 好 看那个点 怎么运动 OK 好 那它现在是 正伏 它的位移 跟 时间的关系 现在它这个位置是固定的嘛 就是你要看的那个点嘛 它正当的时候 位移 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Y 比如说我们假定 x是零好了 这样比较好处理 它就等于 负A 负A sine 2π of lamina 乘VT 你令这个 这个是零嘛 把V图到这里来嘛 就变成那样子 好 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好 这个图形画出来 你看 当t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零 好 现在t不断的前进 时间总是不断的前进 好 一前进 这个变正值 这个就是负的 所以它的波形是这样子 这是表示这个指点呢 随着时间 它时间这么震 然后再这么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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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在这里震荡 始终在这里震荡 好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震荡的最大的位移 也是A 鱼负A 这也是amplitude 也是amplitude 好 那么它这个坡 我这画的不够长 到这里 这个时刻 经过这么多时间以后 它又重复以前的运动 就是说从这里 震到这里 再震到这里 再回来 然后它又来一次这样子的震荡 好 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这里知道 T等于0的时候它是0啊 再来要一样的话 就是从2π开始啊 因此 它的T 这个时候T 这一段的时间是一个特别的一段时间 这个T呢 我们称它叫做它的周期 period 是个物体的震荡周期 period 它用秒来表示 秒 这些都是用米 公尺 这个amplitude也是用公尺 wavelength也是用公尺 为单位 这个是用秒做单位 好 这是震荡周期 震荡周期就是说 这个指点震荡一次 所需要的时间 那么 这个跟我们讲解 因为指点做的是减歇运动啊 跟减歇运动的周期是一个定义 那么它的导数是什么 导数是什么 周期的导数是什么 frequency啊 对不对 频率 好 那么F 要等于 T分之一 而T是什么呢 T是 Limina over V 因此这个就是 V over Limina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式子 任何一种波都有这个关系 就是频率乘上波长要等于它的传播速度 这个叫做波长 F 这个叫做频率不是波长 讲错了 频率 频率 frequency 叫做frequency OK 好 那么 你现在知道什么是频率 什么是波长 什么是正伏 这个波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我们最原始的正旋波的形态是这个 它还有其他两个常用的形态 它有两个其他常用的形态 那么我们把它写一下 Y X T 它是等于原来是这个 原来是这个 二拍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沉进去 把这个沉到这里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Lamina X over lamina 减掉 T over capital T 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看 Lamina 在这里 X over lamina 然后这个V over lamina叫做T 对不对 Lamina over V 叫做T 那么导数 V over lamina是T的导数 这是另外一种形态 当一种波写成这种形态的时候 它的波函数写成这种形态 你就知道 它X前面的细数 是代表波长的导数 时间前面的细数 是代表周期的导数 就是代表frequency 如果他问你这个波 它的这个 它的波长是什么 它的周期是什么 或者是frequency是什么 你就把它写成这种形状 或者它原来就写成这种形状 要问你波长是什么 它的周期是什么 你就直接跟这个对照就出来了 这是一种常用的形态 还有一个更常用的形态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二拍沉进去 二拍of lamina 我们称它叫做kx 二拍of t 我们就等二拍f 这个常用 那么这里的k是什么呢 这里的k是 二拍of lamina 这个叫做波数 wave number wave number wave number 叫做波数 每二拍 这个长度 里头有几个波长 那么 那么 Omega呢 Omega是等于 2pi over t 它也等于2pi f 这个叫做脚位移 angular frequency 脚频率 讲错了 这个称为脚频率 英文就不写了 以前写过 angular frequency 那么frequency的单位 它本来是一秒震荡几次 一秒震荡几次 次数被秒来除 我们给它一个新的单位 叫做hertz hertz 那么 那么 这个 Omega的这个单位 就是rating per second 有时候rating不写 就是per second 这是常用的 波函数 常用的波函数 我们这里说 我们直接把波 波 写成这种形状 其实 波不是说 你想写什么 就是写什么 那你一定是sine 这里也可以写cos 难道你写sine 它就是sine 你写cos 它就是cos 因为做解写运动的物体 我们上一次讲过 它的一般形态 应该是什么 a sine Omega t 加theta 有一个初向 对不对 或者是写生 a cos Omega t 加phi phi也是初向 你得要用它一个 特殊的一个 状况之下 它函数值是什么 而用这个来确定它的 theta 或者phi是什么值 然后它才是什么样的函数 所以我们说 一般来说 我们写波函数的时候 一般 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现在不晓得它到底是sine还是cosine 那么里头 它有个初向 你不知道它应该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写成这样子 你要确定这个是什么 你才能够知道它到底是 什么 它像到底是什么 好 我们现在说 凡是写成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的这个坡 我们称它叫做行径坡 traveling wave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括弧里头的这个值 这个我们称为 像 脚 这脚有时候不要写 叫做face angle 这angle可以有时候不写 就叫做face 那么这个地方的theta呢 我们称它叫做初向 initial face 或者叫初向脚 也可以 initial face 我们说写成这种形态的坡 凡是坡 可以写成这种形态 它就是一种坡 我们称为叫做行径坡 就像我们刚刚画那个坡裂 它会跑的 这个叫做行径坡 这种坡 这种坡叫做行径坡 那么 称为行径坡 traveling wave 为什么叫行径坡呢 因为你把这个坡裂 画出来的画 它没办法画在一个纸上面 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说 它在某一瞬间 它是这样子的 我们画这样就够了 等一等它就变成这样子 时间前进的话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 好 再来 时间再前进 它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看它的 这个 我们眼睛呢 要看坡的话 通常都是看 不是看它的坡峰 就是看它的坡谷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容易看到 你没有办法说我要看这一点 对不对 或者是我要看这一点 都没办法看到 不是坡峰 就是坡谷 好 你观看它坡峰的话 你觉得它的坡峰 坡峰是朝这边 以V的速度在传播 因为它的位置在变换 位置在变换 好 我们现在就看 这坡峰是代表什么位置啊 坡峰就是代表 它这个face 是等于二分之拍的时候 永远等于二分之拍 坡峰呢 是它的face 永远等于二分之三拍 也就是说 我们眼睛所注意到的 是它的face 等于constant的那一点 我们就face 等于constant的那一点 在移动 在移动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是 kx-omega t 加θ 要等于 常数 如果是90度 就是这一点 如果是180度 就是这一点 如果270度 就是这一点 我们看的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等于常数 这个face等于常数 t呢 不会是常数啊 t不断的前进啊 t是不断前进 不断增加的 好 你这个量不断的增加 但是整个的这个式子 要等于常数 那只有这x增加 对不对 t跟c它都是常数啊 只有它的位置变坏 位置不断的推进 它会变成常数啊 好 所以在这个式子里头 只有x跟t是常数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式子 对时间做一次的为分 dx over dt 就是等于这个 你看到的这个 为常数的这个地方 它的位置 随于时间的变化率 就是速度啊 就是速度啊 那这两个 微分就是零了 所以它就变成什么 Omega over t 哦 不是 我写错了 dx Omega over k 它也等于 Lamina 乘F 你把这个用2πF带 这个用2π over lamina来带 就等于这个 这个是什么 行进速度 什么东西的行进速度啊 向保持定值的那个 那一点 不断的向前推进 因此这个速度呢 我们称它叫做 坡速 坡的行进速度 它又叫做向速 face velocity 因为它的向在前进的速度 还有一个叫做 传播速度 propagation constant propagation velocity ok 好 像这里用负的话 你这个地方是正的 就表示这个坡是向 x的正方向传播 如果你原来这个地方用正的呢 结果这个地方是负的 正负 你如果这里是正的话 dx over dt是负的 omega over k 就表示这个坡 是往x的负方向传播 所以以后要注意它这个地方 这里用负的表示 坡是向x的正方向传播 这里用正的话表示 坡是向x的负方向传播 ok 我们说v是 v我们称它叫做坡数 velocity 它又叫做像素 传播速度 它又叫做传播速度 velocity velocity ok 要记得 要记得 加减 o omega t加theta 正号是表示向负x方向传播 负号是表示向x的正方向传播 ok 如果是负号的话呢 表示表示向x的正方向传播 就是我们介绍一般的一般的这个坡形 好 再来我们就看一个叫做坡方程 凡是能够的 凡是能够形成一种行径的坡 它会构成一种方程式 一个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礼拜五 我还是要跟各位上两堂课 我刚刚跟各位说过了 我不希望讲得很快 蜻蜓点水 讲了等于没有用 我希望能够仔细讲 讲了你完全听懂 以后能够用得到 这个东西你得到以后 它将是你这一生的 一个很重要的资本 有了它你以后受用无穷 不要在这里混这个时间 这考试及格就好了 那个没有用 你四年只混一个考试及格 那太可怜了 好的 这个方程 好 我们看 破 它的Y 我们现在可以写成 我们就不要加 θ进去好了 我们就直接把它写成 kx-ωt 这是位移 这个是位置 这个是时间 我们把位置 对时间来做为分 就是这个介质里面 指点的震荡速度 我们用u来表示 每一个指点震荡的速度 是等于这个式子 对时间来为分 因为它有两个变数 一个是x 一个是t 我们现在是对t为分 所以用partial derivative 它就变成负的 omega a cosi kx-ωt 这个是meter per second 这个是meter 这个指点震荡的速度 OK 指点移动的速度 好 我再为分一次 就是加速度 再对时间为分一次 它就是 partial 平方Y over partial T平方 再为分一次 负负得正 cos变成 这当然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这是指点在震荡的时候 指点做减斜运动的时候 它的加速度 好 我们现在再把这个式子 对x做偏为分 partial y over partial x 对这个足够偏为分 它就是 ka cos kx-ωt 我们再把它对x 再做一次 偏为分 它就变成 partial square y over partial x over partial x square 再为分一次 它就变成 负k平方 a sin kx-ωt 好 我们现在 把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比一比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 partial平方 y over partial t平方 比上partial平方 y partial x square 好 这两个sin就约掉了 a也约掉了 a也约掉了 a也约掉 负负也得正 它就变成 omega over k 的平方 这个是什么 这是propagating velocity 传播速度的平方 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个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就是partial平方 y over partial t平方 要等于v平方 partial平方 y over partial x平方 ok 这个就是 po的微分方程 这个微分方程的解 把它解出来 y就是x跟t的函数 它就是表示一种行进坡 我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礼拜五我们加两堂课 下个礼拜一 我有事 不能来 ok 下礼拜一就不要来 那这个礼拜五 我们再补两堂课 快要考试了 要要注意 要注意 要好好用功 好 我们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